嗨,大家好,我是泵妈,休息了几天,活力满满的我又回来了,你们有没有想我呢?好自恋呀。 周三是中秋节,泵妈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,合家团圆。 这会儿孩子们刚吃完午饭,我赶快把厨房收拾一下,下午我要干一件大事,做月饼。 今年中秋节的仪式感依旧是自己动手做月饼,去年也是和孩子们一起过的中秋节, 这是我烤的枣泥馅的月饼,还买了好多水果,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小party,孩子们也都很开心,今年继续我们的狂欢。 先来做月饼皮,玉米油100克,糖浆280克,糖浆的作用呢,一个是回油二一个时饼皮更柔软。 碱水6克,碱水的作用是中和转化糖浆的酸性,口感更好,而且月饼更易上色。 把它们彻底的搅拌均匀,乳化。 中筋面粉400克,做月饼用中筋面粉因为它有一定的筋度,同时呢,延展性也好,做出来的月饼皮,软硬适中。 搅至没有干粉,下手按压,踹面,千万不要使劲去揉,以免起筋。 按压至没有干粉,醒面两小时,增加面团的延展性。 我今天做豆沙蛋黄馅月饼,先来做豆沙,泡好的红豆500克,细砂糖200克,玉米油190克,麦芽糖100克。 把红豆倒进电饭锅,倒少许清水,煮饭键,上锅蒸也可以。 煮软热的豆子,加一点点水,倒进料理机。 搅打好的豆沙特别的细腻顺滑。 一定要用不粘锅去炒,千万不要用铁锅,铁锅容易引起氧化,馅料就会变黑。 细砂糖200克,玉米油190克,怪不得要少吃月饼。 麦芽糖100克,加麦芽糖是为了吃着没那么甜,而且它的沾黏性好,没有麦芽糖也可以用白砂糖,用量减拌。 开小火,不停地搅拌,以免糊锅。 刚才破壁机打豆子的时候,我加的水有点多,炒馅用时40分钟,搅得我胳膊都酸了。 40分钟后的成果,豆沙爆成团,不粘锅铲,也不粘手,就可以出锅了。 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,甜度刚刚好,豆香味很浓郁。 买的半成品的咸鸭蛋,有点干,需要倒到油里面泡一泡,吃着更油润。 把泡好的咸蛋黄放进烤箱160度8分钟。 听念滋滋冒油就可以取出来了。 趁热烹白酒,利用咸蛋黄的高温挥发掉酒精。 月饼模具是50克,饼皮是20克,馅料准备30克,咸蛋黄差不多一个是12克,那红豆沙每个称18克,刚够30克。 搓圆的豆沙馅,盖上保鲜膜,防止干皮。 这是醒了两小时的面,延展性很好。 月饼皮称重,20克一个。 盖上保鲜膜,防止包或者烤的时候开裂。 拿一个豆沙馅,团出一个小窝,更容易把蛋黄包进去。 一边转,一边推,包至收口。 你们看着我包着简单,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。 豆沙馅儿比较松散,不太好成型,包这个费了老大劲。 我从两点开始忙,到下午5点,孩子都接回来了,还没忙完。 月饼做法简单,就是太费时间了。 算上时间,人工材料成本。 哎,您是不是想说真不如买来吃? 买来吃能和泵妈自己做的一样吗? 这可是我的一片心意呀。 包好的馅料,盖上保鲜膜。 一边做月饼,还得操心学生们的晚饭。 下午实在太忙了,给孩子煮了几个饺子。 拿出一个饼皮,用刮板把它压扁。 这个方法也是我刚才得出的窍。 这样压的饼皮,薄厚一致,更好包馅儿。 只要面皮的软硬度合适,醒够时间还是非常好包的。 而且面的延展性也够,不会出现包的时候破皮的情况。 当然说着简单做着难,还得您自己动手多练。 就这个看似简单的收口动作。 我记得我专门和了一块面,对着视频一遍又一遍的练呀。 学了老半天才得要领。 所以咱这人笨,就勤快点,这没错。 包好后滚圆。 撒上一点点的干面粉。 等会儿塑形按压的时候,不会粘。 稍微整理一下,整理成椭圆形。 等会儿好,放进模具里。 我又发现,用手按压更方便,效果是一样的。 推出来的皮呢,也很薄。 终于快,大功告成了。 按压出花形。 有没有和我一样很享受最后塑形的过程,就像看着自己的作品出炉了,还有点小惊喜。 接着月饼包的不是很均匀,看在忙到大碗上,给自己90分。 您能给邦妈打多少分呢? 月饼喷上水,放进烤箱,160度,25分钟。 烤了5分钟,定型。 刷上蛋液。 蛋液宁少,不要多。 我刚开始刷的有一点点多,烤出来颜色有点深。 再次送进烤箱,烤20分钟。 哇,闻着香味儿,月饼终于出炉了。 耗时8个小时,好在烤出来成品还算满意,没白达功夫。 原材料花费100多,如果是您还愿意去做吗? 还是直接买现成的,欢迎留言。 看看我的成果。 这月饼皮儿薄大馅,还是有那么点诱人。 刚出炉的月饼可必要着急吃哦。 等完全晾凉后,装入保鲜袋。 室温回油2-3天后,再享用美味。 早上6点半起床,忙到这会儿10点了,还不能休息。 老大的作业还没改,还得在家半个小时的班呀。 好了,邦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